哈喽大家好我是泰雅 那因为这周四的集体Bug事件 万一大家特别补收了800线索 咋个人都领了吗 但是一旦怎么记得 以前出演这种事 万一大家会给我们 真是有加纸图的 不过我们现在总算 可以正常玩游戏了 那么这次都出现了 哪些奇奇怪怪的Bug呢 贝拉夫人的流言黑话了 看看艾米丽的肤色 乍一看 我以为看到了 会被游戏会出的 而且艾米丽不仅换了皮肤 还换了战影 对于结束后 本是监管这个图片 却显示了艾米丽 看来也真的是 正监管先生了 而且这个大头艾米丽 让我想起了圆丁的傀儡娃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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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好朋友 要一起变大投才有意思嘿嘿 有了真监管怎么能没有真求生者呢 求生者厂长已经可以参战啦 只不过这身材比例 乍一看我还以为这个求生者没有脑袋 最佳演绎变成了名码标价 哎呀呀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庄园的所有角色 零售价都是99.999元 这么一看我还挺富有的吧嘿嘿嘿 还有红分的裙子也变成了黑色 这个大概是庄园长时间没打扫 结果把红归人军牌变出了拖打 在对局中呢 也有很多奇怪的bug 比如各种颜色的监管者 都知道一刀斩其实就是监管者杀红了眼 这回真的愤怒了 于是整个人都红透了 已经飞天的队友自活 有些玩家会发现 已经飞天的队友会变成亡灵跟随玩家 吓一吓还挺吓人的 休息都不敢好好休了 那那保诺的周四还遇到了哪些奇怪的bug呢 看看评论 感谢观看吧 感谢观看